今晚这顿晚饭,我终于决定围着战地记者的心情 走出去大街 看到他们的下班时间 还不是战地记者? 因为我记得在我游机场坐的士过来的时候 我隐约发现到有一间美式连锁快餐店 当然吃完快餐就没什么亿 但是我没试过在家里都吃这家东西 所以我现在很勇猛地 哎呀,真的咬柴 哎呀,想着说 咬柴 我就很勇猛地 因为呢 回来啦 我真的看到这条路 真的烂到呢 不是说笑的 真的 不知道 那水管已经破坏了 好 那我现在就很勇猛地 就按照我的记忆 走回 哦 哦 我发现了一些 我发现了一个很惊奇的东西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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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了一些 加德满刀 哦 不 那既然连这家东西都有的话 等一下 我发现就真的好像 好像没有什么惊讶 糟了,不知道走多远 在香港真是很幸福的 起码你走去吃饭之前 你不用先吃沉 哈哈 哇,我吃了一口沉 哎呀 你看 哇哦 几乎比较电单车炒过来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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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拿完这么久 我走到去没有呢 我记得好像很近的 哇 几乎中了下去 好了 我差不多走到才知道 再转机 我怕没电 啊 布特哈正门 那个牌坊 一走了出来 转右 沿着大马路 一路走 其实是 只要你是用战地记者的步伐和心情的话 其实不用五分钟 你就过来对面马路 你就会发现 我所说的这一间 未识 又有一个连锁快餐店 我要强调啊 穿球鞋呢 走他们的行人路和马路 是会不停咬柴的 唉 多了 各位观众 好像没什么人 看一看 看一看 几干净啊 Under CCTV 好 买东西 先吃 虽然这里的现场音乐 就真的 好大声 好 刚刚准备离开的这个客人 只有四个客人 那我就叫了这个 素食的餐单 你不知不是 即是说 零零细细的名字 是绿色字 怎么写算 那是鸡 不过不要紧 都买了 就成为 五百一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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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比 那五百十四 奴比 就是几千港元 就是 一元港元兑十五元奴比 那大家脱一脱 就是把五百十四 除十五 那所以 都应该不便宜的 至少四十几 四十几元 那所以 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整间餐厅 和刚刚走的那个 就是四个客人 哈哈哈哈 应该是 治安有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看到吗 看到了 那应该是 就是 刚刚开业的时候 都应该有一些 应该有一些 九分在那里 那 但是 那个 柜台的 姐姐 真是 挺友善 还有 因为 是五百一十四 元 奴比 五百十四 所以呢 他找了一个 我从来都没见过的 一个奴比 就是 一奴比 挺漂亮的 都闪闪发光 应该伸促速 没什么人用 我想因为 好笑 除了我们 以前我们买 交电费 不是一线的 一张纸币 又黑人吗 第五怪人 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 在交电费 有一线的纸币 我想这些 一个奴比 是用来找找 才能用到的 平时在街上 基本上不可能见到 会有人用 我想就算 你去 大佛塔那里 做布施的话 我想 我想很多人都没收过 一奴比 做布施 真的 这个挺好的纪念品 好了 我吃饭 吃饭